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永远跟你走》 《永远跟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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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看一下 在第二句 也是一样的 《永远跟你走》 好 往后一样 好 整个前面 正常的正常的 这是一句 上半句 好 这一句 在第二层的时候 再出来 前面 上半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好 那这就是我们的第二部分 大家会发现 其实我们整个曲子是分为影子 第一部分的慢版和第二部分的慢版 在第二部分的慢版 其实只是在第一部分的基础之上 换了一个音区来演奏 换了一个音区 大家会发现整个音乐 其实就又上了一层 在弹奏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情绪 要激动起来 并且在高音的受音区音色的影响 大家尽可能地把自己的音色 弹得漂亮一些 灵动一些 如果说第一层的话 更多的是抒情歌唱和温暖 那第二层呢 其实更有着阳光和灵巧 这样的一种感觉 在弹的时候要有声机一些 我们在这里面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第二层 就是整个第二部分 这个高音区的慢版的左手声发 可以多去强调一些 那其实在这里面 它是一个特别有味道的音 在上来之后 就不着急想 第一次出现这个旋律 那么早就弱下来 让它的强再多一点 听一下 一直强的 一直是强的 再收回来 最后两个音再收回来 好 往后走 第二次收回来的早一点 跟第一次形成一个对比 好 为的是衔接 第三句的弱 不要有太多的动作 收住 倾听 好 慢慢的这个吸气 连贯 然后第二次 第二次 出来一点 再收回来 再收回来 好 强出来 到了全曲最强的乐段了 收 收 收 拉 收一直建强 还在建强 然后建弱 连着 建强 再建弱 收回来 好 建强 刮 刮走 一下把音乐推上来 一下把音乐推上来 好 这个拉米拉 可以做一个小小的弱收 有一些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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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长 然后弱的 然后弱的 弱的 通过刮奏把音乐带起来 这两个刮奏呢 一定要把音乐 一下子推起来 所以上手 不用太弱 好 右 左 好 看这个 四个音是跨了两个八度 所以弹奏的时候 一定要弹一个去 立刻准备下一个 不用贴在金钱上 那会影响音色 移的非常进去 准备 贴重心线 非常有力的 把最后一个音弹出来 好 左手拆音保持 今天这首乐曲就讲到这里 希望大家回去好好练习